台東布農族虎松安家族重返內本路 重建家屋行動 正式邁入第十七年 五組重建隊伍將循著 嚴品領導傳統路線回到內本路之外 今年也嘗試跨域 從屏東霧台盧凱族傳統領域大鬼湖上山 傳統的這個回到內本路的主要路線 是順著嚴品領導進去的 那今年的話有四個隊會往這邊進去 那另外一支特別的隊伍 就是從這個大鬼湖這個路線來進去的 那事實上前兩年 前兩年我們就已經開始有思維到 這種跨域性的這種這個行動 因為在傳統領域的這個部分 他最終一定會牽涉到這種跨域族群的 這個空間的問題 族人強調園民會頒布原住民族土地 及部落範圍土地化設辦法之後 部落領域重疊問題與衝突 逐漸浮上檯面 族人希望透過重建家務行動 喚起周邊族群對傳統領域的重視與討論 並針對領域重疊部分 共同重新找回族群之間的傳統記憶 最近各個部落跟各個族群非常重視傳統領域的這個議題 那所以事實上傳統領域有非常多是跨域重疊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的這個行動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希望這種跨域重疊的部分 它不會是一個衝突 我們要回家 但是必須經過你的家 我們年輕人也想知道說 以前我們的人跟你們的族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族人表示 重返內本路行動不只是重建家屋 更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跨越重疊的部分 開啟先驅性的對話 並修補族群之間對土地的共同記憶與關係 族人也期待未來有更多族群加入行動 持續為將來的自然資源共管 以及土地自治而努力 原視新聞文駕駛台東延平採訪報導